各位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一本亲子读本 The Story of Chicken Licken 中文叫小鸡Licken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在讲一颗橡树果掉在小鸡Licken的头上 让他变得惊慌失措的故事 有一天当小鸡Licken穿过森林的时候 一颗橡树果掉到了他的头上 他开始很恐慌 认为天要塌下来了 他打算跟每一个人讲 并且告诉国王这件事 他在路上遇到了母鸡Penny 公鸡Lucky 鸭子Lucky 小鹅Lucy 以及火鸡Lucky 他们也都相信小鸡Licken所说的 天要塌下来这件事 所以他们打算加入他的行列 并且也要告诉国王这件事 不久之后 他们遇到了一只狐狸 这只狐狸叫做狐狸Lucks 他对这些动物要去哪里感到很好奇 当他们向狐狸Lucks 解释天要塌下来整件事情的始末 狐狸决定要帮助他们 并且告诉他们要去哪里才能找到国王 可是心怀不轨的狐狸 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帮助这些动物 而是想要误导他们 让他们误以为他会带他们去见国王 最后呢 狐狸把这些动物带到他自己的洞穴里 把他们全部吞下去吃掉了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故事的寓意和主旨 先问问小朋友 小鸡Licken这样的大惊小怪 会对别人造成的什么影响呢 狐狸Lucks为什么有机会占那些动物的便宜呢 我们应该要如何小心 才不会像小鸡Licken一样犯同样的错误呢 然后再告诉小朋友 有时候当我们慌慌张张或是充满压力时 我们的大脑可能就会变成一团乱 而且很容易在找人帮忙的时候被别人骗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找人帮忙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我们也要时时刻刻小心 不要被别人趁机占便宜了 有些时候人之所以会被骗 就是误以为人家在帮助他们 但实际上那些假装要帮助人的人 很可能是心术不正 别有目的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警觉 在寻求别人帮忙时 要做明智的判断 身为父母亲 当孩子们能够对人表现出和善有礼貌时 我们都会感到很欣慰 但是如果他们对人友善 但缺乏警觉心时 也会让我们做家长的 不免担心他们的安危 我们常常会听到父母亲教导他们的孩子 不要和陌生人讲话 以免发生像绑架 被骗或者被伤害这一类的事件 还有呢 有许多个性比较独立的孩子 会开始喜欢冒险 或是常常搞失联 让爸爸妈妈都联络不上 结果呢 很多父母开始担心 传给孩子那些小心坏人的讯息 会变成一种唠叨 让孩子们置之不理 有一篇由特约教育家 Riandi Saputra所写的 刊登在steemit.com网站上 名为教你的孩子对陌生人 保有警戒心的文章中 教导父母亲一些基本概念 以及帮助他们的孩子 对于陌生人保持更有警觉心的办法 那我们应该怎样教孩子们 保持更警觉的态度 来保障他们能够更安全呢 第一 慎选用词 父母亲应该避免对孩子们 使用陌生人这个讲法 而应该用更精准的词汇 像是狡猾的人这样的字眼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狡猾的人 就是那些不管我们认不认识的大人 他们很喜欢骗小孩子 做一些害人犯法的事 爸爸妈妈讲的话是很重要的 因为小孩子通常会很相信爸爸妈妈 然而陌生人这个词 对孩子来说并没有可怕的感觉 有时候讲陌生人 就好像在讲小宠物或是新的玩具一样 很好玩 一点也不恐怖 小朋友有时候还会觉得陌生这个字是友善 新鲜和有趣的意思 为了确保小孩子知道如何应付那些狡猾的人 父母应该要模拟一种情况 让小朋友来应对看看 比如说问他们 如果有人请你吃糖果 你要怎么做 或者是 如果有人请你帮他找他遗失的猫 你会怎么办 仔细聆听孩子的回答 并且向他们解释正确的应对方法 告诉他们 不是他们所遇到的每个人都是好人 然后和他们定下重要的规矩 如果没有爸爸妈妈允许的话 他们绝对不可以跟任何人走 第二 定一个演练的计划 第一时间就想到安全守则 应该变成孩子的自然反射动作 为了要教导和帮助年幼的孩童 了解安全的重要性 及保持警觉心 父母可以和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游戏 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安全守则 同时也非常有趣 父母亲当然知道危险在哪里 可是做父母的 一不小心就会变得很严肃 一直想要跟孩子讲道理 以至于让孩子们感到很不舒服 然而孩子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别人的帮忙 所以能在不同的模拟情境下 和他们玩角色扮演的游戏 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比如说 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危险情况的话 可以教导孩子如何去找警卫 商家老板 或是收银员来帮忙 第三 学习相信自己的直觉 教小孩子相信他们的直觉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教导他们的就是 远离那些强迫你做什么事的人 并且把事情告诉那些你信任的大人 教导孩童不要对父母亲有所隐瞒 如果有人叫你保守秘密 你就要把整件事情告诉爸爸和妈妈 父母不应该完全禁止孩子和任何陌生人讲话 而是应该教他们对陌生人要保持警觉心 并且不要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 一定要教导小孩子 如果遇到突然亲他们 抱他们 或者是抓住他们的陌生人时 千万不要犹豫 要赶快大叫和赶快跑走 第四 教孩子小心地使用社群媒体 在我们现今这个世代 网络是帮助父母迅速察觉孩子安全与否的工具 网络资讯迅速地传播 可以更容易地帮助我们找寻失踪儿童 可是网络上的社群媒体 也很容易成为绑架儿童的媒介 因为许多现代的孩子 都会上传他们的个人私照 并且留下个人的资料 这对孩子的人身安全来说 是相当危险的 所以一定要教孩子谨慎地使用社群媒体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绑架儿童和暴力事件 我们这些给孩童们的中雇 可以确保你的孩子 对狡猾的人随时保持警觉 还有 万一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够快速反应 迅速脱离险境 当然父母亲也不要忘了 随时随地要看紧你的小孩 针对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设计一些亲子活动来与孩子们互动 借着模拟情境的角色扮演 教你的孩子如何保有警觉心 让他们知道 当他们遇到陌生人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你可以试试看 在不同的地方演练不同的情境 像是家里的邻近地区 学校 或者在百货公司实地演练 告诉小朋友 当他们在这些特别的地方遇到陌生人时 要如何采取哪些步骤 然后把这个情境一一演练出来 看看他们了解多少 如果他们非常进入状况 可以鼓励和奖赏他们的聪明和应变能力 在这个阅读活动中 你可以问你的孩子以下的问题 为什么小基里肯一开始就大惊小怪 小基里肯信任哪些人 所以他告诉他们天要塌下来的事 当小基里肯太相信狐狸Lux 会带他们去找国王时 他和他的朋友们发生了什么事 当你遇到一个像狐狸Lux一样的人 你会怎么做呢 你应该怎么做呢 为什么你不应该相信那些你初次遇见的人 我们会持续在这个亲子阅读讲座的频道上 分享一些给老师或家长如何使用绘本 来跟孩子们做互动和学习的方法 希望不仅仅能帮助孩子在语言上的学习 更是能帮助孩子们在领导力 执行力 创意 智能 道德 灵性 同理心或待人处世上 健全的发展 更能感受到爱 并且能爱人和培养为人服务的意愿 期待大家的推广 能让我们与孩子们 从现在开始过着更优质 更美好的生活 谢谢大家